这么巧啊 真是个人家 如果你不跟我回去 就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徒弟打师父 但你不得 你觉得自己担得起这二次吗 别装了 我这肋骨好像断了 你过来帮我看看 你怎么样的 李莲花是我寝室的客人 在我的地盘 感动我的客人 那就是跟我何小慧过不去 包括你在那边 我就欣赏像李公子 这样的任性牛侠 不参与任何门派之争 哪像我们方小宝以前崇拜的 那个什么偶像李像尼 真不知道 他到底哪里 我们小宝打小 为了成为李像尼的徒弟 这么大的苦药丸子 生死往嘴里吞 他为了人站起来 日誓扎针十二出大雪 就为了李像尼的一句话 说他只要能拿得起剑 就收他为徒 你说这小子 傻不傻 娘你别说了行吗 小红书